欢迎大家走进净土宗世界 今天继续请经元法师给我们讲法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些祖师大德们 他们在临终给我们的一些开示 这些开示呢 无不是就是劝勉我们念佛 往生希望极乐世界 比如谭伦大师 那么谭伦大师呢 他在临终的时候就鼓励我们大众就说了 劳身异役 其止无日 地狱诸苦不可不拒 九品敬业不可不修 所以就告诉我们要念佛 那么四十多年从未间断日课的唐朝宝像大师 他在临终的时候 也对我们大众展开了开示 他说念佛为先 勿须度视 当于西方相待 这是唐朝的宝像大师 宝像大师四十多年 从未间断日课的这个唐朝宝像大师 他在临终的时候就对我们大众就交代了 大众开示 念佛为先 什么叫先呢 反正上有句话叫 往生之夜 念佛为本 往生之夜 念佛为先 主就是先 往生之夜 念佛为本 本就是先 念佛为本 念佛为先 勿虚度视 不要虚度光阴 当于西方相待 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 相待相见 宋朝的这个祖心大师 在临终的时候也说了 愿诸仁者勤心念佛 得早相会 愿我们这些众生 愿诸众生勤心念佛 得早相会 早日在西方极乐世界相会 包括明朝四大高僧 廉耻大师在临终也对我们大众说了 大众老实念佛 莫捏怪 莫坏我规矩 大众老实念佛 莫捏怪 莫坏我规矩 什么叫老实念佛啊 老实念佛就是白目念佛 不带色彩的念佛 你念佛就行了 老老实实念一句名号 不要东搞搞西搞搞 莫捏怪不要作怪 我们众生就喜欢作怪 是不是喜欢作怪 喜欢排唱 喜欢作怪 喜欢搞神神叨叨的 那很多人他就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东西 但一看某个人很神道 或者某个人搞的东西很邪乎 他这个好奇心就起来了 他好奇心一起来 他就想去了解 想去探视 外道相善乱菩萨法 外道相善 外道他就很多新奇的玩意儿 比如给你看什么过去今生 很多人就感兴趣 或者是给你 搞一个什么新奇的玩意儿 你就会感兴趣 我们众生就是这样 心思太多 圆境太多 喜欢圆这些外境 心容易被外境这个转 所以莫捏怪 莫坏我规矩 就老是念佛就行了 沈安大师也说了 沈安大师在临终的时候开始就说 生死是大 各自尽心念佛 生死是非常大呀 一定要尽心尽心念佛 好好念佛 那么清朝的道车大师 道车大师呢 在临终的时候也开始劝我们 娑婆之苦 不可不说 娑婆之苦 不可说不可说 极乐之乐 不可说不可说 少蒙 记忆 但念阿弥陀佛 不久当相见 错过此生 轮转长夜 痛哉痛哉 娑婆之苦 不可说不可说 娑婆世界太苦了 苦多乐少 可以说是纯苦无乐 很苦 不可说不可说 极乐之乐不可说不可说 极乐世界的乐 你也不可说不可说的 上蒙记忆 但念阿弥陀佛 不久当相见 我们念佛 我们今生就能往生极乐世界 就能够相会 那么如果你错过此生 轮转长夜 痛哉痛哉 我们一世人生万劫不复啊 我们今生只有把握这句名号 往生极乐世界才是根本之中的根本呢 如果你错失了这一次机会 你一世人生 万劫不复 你再得人生的几率 那几乎是没有的了 少之又少啊 佛经中很多这样的故事 你比如说 佛打的一个批语 叫什么呀 叫盲目直归 盲目直目 有一个眼睛 看不见的乌龟 在大海里面 那么有一个木板 小木板 木板中间有一个小圆孔 这个圆孔 只 只能 让这个乌龟 正好把头穿过去 那么在茫茫大海 当中 这只盲龟 这个乌龟眼睛还看不到 在大海里面 每一百年 头出没一次 直至把这个头 正好从这个木板 这个小圆孔当中 正好给它穿过来 它才能得人生 可见我们得人生的几率 是非常的困难 那么 佛还打了过一个批语啊 就是说像喜马拉雅 像那么高的山 虚弥山 就是虚弥山 那么虚弥山 山上有一个人 拿着一根线 一根线 虚弥山下面有一个人 拿着一根针 针的孔很小 就是说山上的这个 虚弥山上的这个人 丢下去一根线 那么这根线 正好穿入到这个针孔当中 他才能得人生 你就是我眼睛非常好 我要是穿针 穿针引线 我尚且还需要一些 就是几率去试 你更何况在虚弥山那么高 一个人在山顶 就随意就是 丢一根线下来 正好穿入 山下的这根 这个人拿着这根针 你想想 这个这么高的虚弥山 就是锋利嘛 影响嘛 你也很困难 佛又打了个批语 你像 荧光大师文超里面讲的吧 有四十里宽 四十里长 四十里宽的这样一个 地方 比如一个小城市 打个比方就比如杭州 杭州 像杭州城这么大 那么 那么这样的地方 里面放着这个虚弥 虚就是戒子 那么你每一百年 拿一颗戒子 你这样拿 拿完之后 你才能得人生 佛在境中还打过批语 宽 四十里高 四十里宽 四十里长的 这样的一个小 这样一个大山 大石头 非常高 那么每一百年 那有个天人就从天上下来 那么天人的衣服很薄 薄如蝉印 每一百年这样扫一下 每一百年扫一下 直直把这个石头给扫完 扫平 上市才是一小节 更何况得人生的这个几率是多么难 是哪一位尊者 是社里福尊者吧 社里福尊者 他是阿罗汉啊 大阿罗汉啊 他以天眼通 观鸽子 一个鸽子 啊 那么诸佛 这么多佛 出世 在世 他还是为鸽子之身 都还没有脱离这个人 这个鸽身 你想想阿罗汉 他的天眼通 还是有这个时间限量 那么更何况以佛的这个天眼去问 那么更加不更加去有这个 说明得人生的这种困难吗 几率非常的小 所以说一世人生 万劫不复 大众一定要保握好这一期的这个人生 好好念佛 还一项专程念佛 静待阿弥陀佛临终接引 你这个法门很容易很简单 你就念一句名号念到底 自然 反而自然 阿弥陀佛就来接你 水到渠成 瓜熟地落 自然 反而自然的事情 那么樱光大师呢 他在临终的时候 当晚呢 就对身边的弟子就说了 净土法门别无其特 只要恳切之成 没有不蒙佛接引 待业往生 那么此后呢 精神逐渐疲惫 体温降低 夜里一时半 那么大师呢 就从床上坐 就是起来 坐起来 念佛见佛 决定深息 说完 于是大声念佛 二时十五分 药水洗手后 站起来说 蒙阿弥陀佛接引 我要去了 大家要念佛 要发愿 要深息 说完 即一坐 与上 面息 端身正坐 三点左右 那么妙真法师来了 那么大师就对他说 你要维持道场 弘扬净土 不要学大派头 之后不再说话 只纯动念佛 近五点左右时 在大众念佛身中 安详 息事 这英光大师往生之前 你看他老人家给我们的这个交代 我们来看一下 临终当晚就对他弟子说 净土法门别无奇特 净土法门就是简单 简单简易 平常 平时 平淡 平凡 没有那么难 就简单的 你不要搞什么 你反而 你越给他做包装 越不纯粹 我们净土法门就是简单简易 简单 就一句名号 只要恳切之臣 没有不蒙佛接引 代言往生 好 到了夜里一时半 大师就从床上坐起 就说了 念佛见佛 决定身息 然后 到了二十十五分 站起来说 蒙阿弥陀佛接引 我要去了 大众要念佛 要发愿 要生息 然后又对妙真法师说 你要维持道场 弘扬净土 不要学大派头 我们这个根基 你理解大派头的东西 你理解不来 我们到极乐世界 我们在学 不着急 什么开悟的能言 成佛的法华 开悟的能言 我们到极乐世界 我们就什么都知道了 什么都学习 都能搞清楚了 所以不着急 现在这一生 把握好 这个念佛 把握好名号 我们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祖师临终 所事之言 最为悲怯 望我们大家 不为善知识之教 老实念佛 为念佛 必往生 依佛 本愿故 所以一定要老实念佛 那么 死心禅师 有一段话 就说 世人财宝如山 妻妾满前 日夜欢乐 真乃前程有限 暗里相摧 福道奉行 不容助治 严谋老子 不顺人情 无常鬼王 有何面目 且据诸人 眼见耳闻 前接后向 亲情眷属 朋友兄弟 强壮后生 死却多少 世人多云 老来念佛 岂不知 黄泉路上 无老少 古人云 莫道老来 方念佛 孤焚多是少年人 上大师 在全世纪也说了 渐渐鸡皮鹤发 看看行不隆中 驾饶金玉满堂 难免摔残老死 任辱千般快乐 无常忠药 忠实道来 唯有经路修行 但念阿弥陀佛 诸师劝勉我们 无常世间 生死解脱 为第一要道 老实念佛 就是生死解脱的 唯一方式 死心禅师的一段话 包括我们的宗祖 善导大师讲 渐渐鸡皮鹤发 看看行不隆中 假饶金玉满堂 难免摔残老死 就是你金玉满堂 财富富可敌国 你还是要免不了 生老病死 你就是六国统一的 秦始皇 他也未免 生老病死呀 任辱千般快乐 无常忠实道来 唯有经路修行 经路就是一条路 你要走到底 大念阿弥陀佛 就念佛走到底 走到这个念佛白道 二合白道上 正念直来 我能忽虑 正念念佛 念佛 经直而来 不要弄其他的 所以人命无常 转息来世 尘世连环 钩索不断 如果不能 乘劳欲劫 歇手放下 其愿逆行 经历一跳 祭心弥陀 祭念弥陀 身比净土 这才是我们 重中之中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 请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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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